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知道在通往奥万大路上的万大发电厂是台电十大秘境之一 不只有迷人的赏风步道更是隐藏版的赏音秘境 这里的日式宿舍群搭配美丽樱花林常常让人有置身国外的错觉 而电厂还赋予了台湾的原生种大豆是全台第一座生态电厂 也是中部地区最重要的水利枢纽 由黄转红的枫叶为大地添上诗意 与古色古香的日式宿舍群错落 成为隐身山林最美的生态电厂 它的建筑物你看有沥青对不对 它可以防虫吸热 窗户很多可以怎样 通风 地基架高可以防什么 潮 潮湿 万大电厂建于日治时期 在此流过的万大溪 将电厂分为洞内与洞外 潮湿黑暗的隧道 仿佛是一条走进历史的秘密通道 桥旁边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山洞 为什么那边有一个山洞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红色的桥的时候 其实对要来电厂要走哪里 山洞 然后从那一个行驿桥 小小的桥走进来 所以这边叫洞内 所以我们电厂的人都会讲洞内宿舍 跟洞外宿舍就是这样区分的 漫步日式宿舍群 每一片屋瓦墙园都有不同故事 也重新唤起台电人的生活足迹 这里就是我以前住的 我小时候就住的地方 我们有做月饼的地方 还有一个小型的贩卖部 我们讲福利社 我们以前平常的生活 日常生活用品 然后一些吃的什么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礼法室 因为有员工有时候 要出去外面剪头干嘛 不方便 那我们就有一个礼法室 公司也很贴心 有设个礼法室 还有我们刚刚走上去 有一点点那个地方 那里曾经还有一间医务室 当时洞内宿舍的生活 自己自足 台电甚至还成立了 亲爱国小万大分校 究竟让员工子女 与附近的原住民孩童就读 因为万大电厂 需要一些新近的同仁 然后他同仁之后 他有结婚生子 那希望也能就近 来照顾自己的子弟 所以台电公司也是很体贴 就是说在电厂的附近 找一块地 然后就台电公司出资新建 成立一个亲爱国小万大分校 就这样电厂与学校 结缘超过一甲子 2003年 应松林分厂兴建计划 发现台湾原生种大豆 电厂除了发电 还化身成为孩子们的神态教室 各位不要以为台湾大豆 长得很大 它其实就是这么小颗 像欧如如如的 像一颗芝麻一样 那时候在万大四号机 在调查 在环境调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台湾大豆 那就是为什么万大电厂 会有它的环境教育的起源跟动力 那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台湾大豆 那我们有这个责任 把发现的比较新的物种 那我们就进行复育 还有种子资料库的一个建立 致力于原生种保存 维护生态与基因多样性 电厂利用万大旧邮局 成立生态环境展示中心 2018年 荣获国家环境教育奖 是兼具生态与绿能的环境教育场域 我们先把它开大一点 对 很好 非常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利用水的卫能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有这些课程 让他们可以自己去动手做 我相信到很多年后 他们也许长大成人都还会记得 曾经来过这地方 他在这边做了一个 玩了一个小小的水力发电的模型 或者是看到了一个 哇 这么大的发电机 原来我用的电 它是从这里引发出来的 作用山谷美景 美风樱花季 山林被染成粉红花坦 电厂内还栽种了梅花 八重樱与枫树 一年四季都有绝梅景致 首先我们先到的这个是枫树林区 紧接着枫红后 会开始盛开白色的梅花 路的两侧都种着樱花树 然后在山樱花开放的时间 它会形成一个樱花隧道 樱花盛开 美不生收 万大电厂成为台电十大秘境之一 为了净零减碳更着手打造木构造办公大楼 树木的生长的过程中 它补及了碳去做它的年轮生长 它是一种循环建材 那它不但可以让我们的碳排量减少 那它也可以放作一个永续材料来做营运的使用 利用乌设锡与万大锡的丰沛水利来发电 超过70年的老电厂 带着下一代探索历史、生态与电力知识 成为国内首座生态电厂 发电之外也要友善环境 上次集结了电力科技与生态秘境的马鞍坝生态园区 这里是中部水利发电的核心 不只蕴藏了丰富的自然生态 还有全国首座的大型混合式鱼道 不但可以近距离观察鱼类回游 也是兼具能源教育与生态踏查的最佳场域 成群水鸟与白露丝 栖息在翠绿湖面上的迷你小岛 这季节限定的露丝岛 隐身于大甲溪马鞍坝生态园区 各路斯岛经过我们调查 常驻的大概有四种两 就是小白露 大白露 黄头露 跟夜露 各位现在看到 这是季节限定 那他白天会出去觅食 那晚上他就会来这边 结草 生子 轻轻向人 在水库区里天然形成了露丝岛 为了不影响生态 电厂刻意把它保留下来 并结合周边环境 打造日式产风的发呆亭 让电力与生态共融 原来这个是一个控制室 里面就是对于这个露的水门的操作 所以就把这个控制室的东西 移到这个动态展示馆 主要用意就是让游客来到这里之后 他可以在这里啪啪呆 看着我们宁静的湖水 清风徐徐 发呆亭的一旁是电力展示馆 从水轮机模型到大甲溪流域的分配 各种电力知识都看得到 是兼具发电与生态保护的环境教育场域 它只能发一个灯泡的电 就是一吨的水 可以发2.1度的电 集结电力科技与生态廊道 在这里还有全国首座大型混合式语道 为了兴建马鞍坝蓝水发电 将生态冲击降至最低 电厂特别建制了水池式鱼道 与丹尼尔式两种鱼道 让鱼类可以轻松回游 走下来这边 我们站在这个上面这个地方 左右两侧就是我们的鱼匹 鱼匹就是我们鱼道的意思 有两种 透过鱼道观景窗 及时影像观察鱼类的回游情况 水库周边已形成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圈 是台电十大秘境之一 这个白点 这个白点是怎么了 软 鱼就软吗 被鱼吃了 对 这个一点一点的白点 就是被鱼吃的痕迹 因为我们大自然中没有饲料 也没有它的食物 它只能吃这些藻类 维生 所以我们上面的白点 都是鱼去吃的痕迹 他们电力发电旁边都会有鱼道 然后里面有很多鱼 有四种鱼 他们在里面看起来蛮开心的 我有看到鱼在上面跳 实际看到我觉得有让我经验到 之后每个学生都有可能 参与到这类的工作 所以可以提前了解 我觉得非常的棒 肩负大台中地区 民生工业供水 及农业灌溉用水 大甲溪电厂 结合人文历史 生态与自然景观 发展出三套环教课程 在民国104年 拿下国家永续发展奖 大台中地区的用水 大概靠的就是两座的一个水库 一个就是德基水库 另外一座就是礼潭水库 那这两个水库呢 是供应着整个大台中地区的用水 那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水质源的贡献上 是占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没有我们这五座的坝 燕坝来把水系组起来 那对于整个大台中地区的用水 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占全台水力发电装置容量约四分之一 大甲溪电厂管辖七座水力电厂 平均年发电量26亿度 未来大甲溪光明抽续水力发电计划 新建大型抽续电厂 对电网的除能与电力调度至关重要 大甲溪电厂有七座的电厂 那未来还有一座的抽续电厂 就是光明计划 那这个光明计划呢 就是在我们在大甲溪电厂 最上游的德基水库 作为我们这个大光明电厂的一个上池 那下池呢就在我们的谷关坝 作为它的下池 那这中间呢落差将近有430几米的落差 将水库效益极大化 不但兼顾用水更稳定供电 水力电厂串联成为大甲溪生态廊道 发电的同时也能兼顾环境友善 不止水力电厂可以与山村共存 南部最大的活力发电厂 高雄的新达电厂 也是台电唯一厂区里有湿地的电厂 而近年来台电透过了科学化管理 结合水位调控技术 让水鸟的数量翻倍成长 还吸引国际金奖导演拍摄生态纪录片 让新达电厂成为名副其实的飞鸟电厂 数以千计的群鸟纷飞 国际金奖导演徐鸿龙 在高雄新达电厂内的永安师弟蹲点两年 记录下这珍贵且壮观的一幕 刚好有一个地震 真的是地震把那群鸟金飞 所以那个画面实际上是老天爷给的 一场地牛翻身 新达电厂瞬间成了飞鸟电厂 不只是鸟类栖息的生态天堂 也是台湾第三大发电厂 为什么新达电厂从2020年 新达的燃气机组进驻施工以后 工地上的工程是如火如土地展开 电厂跟四地之间是隔了一个缓冲区 在这块缓冲区域里面 如果你有看我们的影片 大概将近超过上千只的鸟类 对 所以仅邻的电厂 它们之间是没有违和的 飞鸟电厂纪录片 2023年拍下427只黑面皮鹿 相较于2012年环平调查的102只 数量不减反增 过去我们新达的永安师弟这一块 通常是一两百只的黑面皮鹿 今年我们记录到最多的时候 有427只 所以较往年实际上多了很多 这个我们大家讲的明星五种以外 生物的多样线 我们过去记录到有106种 这么多的那个鸟类五种 细细在我们的永安师弟里面 那这里是什么 运什么 运岩的 所以这里还有运岩的铁道 这很难得 永安师弟的前身是乌树林岩厂 工业化之后 晒岩产业没落 1984年 台岩将土地产权转移至台电手中 早期那一块地是引入海水在晒岩的场地 那民国七十年到八十年前台电买了那一块地 买了那一块地 打着心理想法就是为了要做电源的开发而使用 没想到这块地经过二三四十年就没有去开发 那变成了一个湿地 为了保护湿地生态 台电在131公顷的盐滩地上缩减开发面积 保留41.25公顷作为湿地保护区 15公顷为缓冲区 剩余的低干扰区才开发为燃气机组用地 蓝煤机组它已经接近四十年了 所以它在台湾过程 我们就用三部燃气机组来做替换 这个旧的蓝煤电厂 这旁边竟然会产生湿地 因为后两次比我们人类对环境的敏感度更高 2005年台电成立生态调查团队 并制定出不同水鸟所适合的明确水深 或中华民国发明专利 透过科学化的经营管理 来维护汽地品质与生态多样性 总共有八十几种的物种 我们都知道它的水深分布范围 我们把它做一个降密排列之后 我们找到了最深的那个鸟类 在永安市地的用最深的鸟类叫卢磁 它用的水深的话是水深30公分的地方 找出调控水位的方法与逻辑 物种平均数从120种达到150种 近年来候鸟不只成了流鸟 还在永安市地上成家立业 我们找到高校狠的槽了 还有蛋 看到吗 有 有看到了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话 就是高校狠的槽 那像这种水鸟的蛋的话都很特别 它们的蛋有一边都会比较尖 那比较尖的原因是让这个蛋的话 它在滚动的时候它会在原地滚 不会一直往侧边滚而落水 所以说这是一个水鸟蛋的一个特性 过去闲置的盐田逐渐变成生态宝库 不只是候鸟最爱的漆地 也成为临近新港国小 最富有在地意义的环教特色课程 飘叫有看到吗 有发笑 了解的什么 它的环教叫什么 林志玲我最喜欢那修宅的 有学到很多牛类的知识 叫为什么有这些盐厂 还有台湾的发电厂的知识 没想到他们把一个原来要做为所谓 玫瑰掩埋的地方去把它 因为发现它的生态是很不错的 他们就愿意托花钱去把它 做这样的一个维护 甚至再投入更多的资金下来做营运 然后又可以跟我们的教育作结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因应南部地区用电成长 新建燃气机组 预计2024年接受调度 美丽的水鸟未受工程的影响 族群量增加2.5倍以上 新达电厂保育鸟类七地 让能源发展与环境生态共存共荣 台湾引进电力超过百年 为了让民众了解百年来的电力发展 台电与台博馆 吸手策划了导电生活特展 用多元形式将电力发展的历程 转化为历史展览 并且还推出了电厂小旅行 让民众能够近距离接触 珍贵的电业文物 进行一场跨时空对话 黑色烟囱 红色建筑 与田野间凌厉的电线杆 1915年 陈陈坡画作水源地附近 用色彩堆叠出当时人们 对现代化的追求 它会引导着我们观众的视觉 然后你会跟着它的电线杆的排序 然后以及它的电线的一个走向 它引导你希望看到画面 呈现到哪一个地方去 当然这幅很重要的主角 就是它这座玉北红尼巴电的所 百余年前 电力引进台湾 台电与台博馆举办导电生活特展 用美丽画作揭开台湾岛屿的电力故事 把硬议题 电力的这个知识 它去用这个设计力 用美去做一个转译 让一般的民众 它去更了解这个电力的议题 让它不是那么深奥 你看到的这些的文件 物件 历史物件 在那个年代它代表的生活上的一个意义 1905年 刘明传点亮台北城的第一盏路灯 超过百岁的全台第一颗电表 与各种家电文物 从繁星点点到小新触电 都是电与长鸣生活的连结 从日本时代到战后的一段时间 那其实它的话都很前卫 那可是虽然说前卫 可是其实我们今天也常常这样做 就是手势势的去碰到开关啊 或者是说它上面就有警告大家说 看到电线杆不要去放风针 或者是在电线上面去晒衣服啊等等之类的 电力发展伴随经济发展 是台湾现代化的象征 从电厂设立 电网蔓延到再生能源展露 在土地上都有着不同的时代样貌 这一区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虚实的串联 那在看完展览以后 你可以实际的走访最老的出坑电厂 这个建筑是在民国前三年 就是1909年所建设的 那当初是日据时代嘛 那日本人就以仿巴洛克式的建筑 来盖这个出坑发电厂 红色砖墙 还有上面的天然的透气凸窗 它那个是自然透气 就是它有一格一格的透气格 那热空气往上升 冷空气往下降 那所以说我们发电的热空气 它就往上升出去 那它都会吸进去下面的冷空气 那吸进去之后呢 它自然的空气循环 它自然冷却 就让我们的发电机不会过热 跟随电力发展的故事脉络 走访如今最老的粗坑发电厂 近距离接触古董级的发电机组 与各种珍贵的历史文物 那是日据时代的总督府 那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这里叫做台湾电力诸事会社 那是台湾电力公司的前身 那发现它的那个徽章 跟我这个 像不像 还多了什么 四个闪电 但这都是一代一代一直变化的 让民众了解 电的起源 跟电的重要 当你发现 现在不是在打仗吗 那加剎早来不是没有电没有水吗 当你那时候回到远古时代的时候 你才就知道说 电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透过实地走读 让民众了解电的起源 与电的重要 也让更多人理解过去 展望未来 我建议它多办几次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 除了我们看就是文字上 比较静态的部分的话 结合这种就是可以到实地 真的看哇 真的发电的部分的机组 真的正在运转的话 其实心里面的震撼是跟看静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展间外的生活教室 不只让电力特展成功虚实串联 为传达电力知识 台电也将电力教育向下扎根 年龄比较小的幼稚园这部分 我们有五爱地球妈妈 我们已经做了13年 用这个行动剧 推到幼稚园里面去 那另外我们在千瓦设计讲 我们针对大专院校的学生 那我们就做了 今年已经是第24年了 那另外在我们在自己 我们有一个电话一号所 我们用科技智慧未来 用所有的互动的方式 跟民众来做这个一个沟通 为不同年龄层 打造电力科普教育及场域 让更多民众了解 电与土地的紧密连结 除了肩负稳定供电 台电更持续朝 深耕电力教育而努力 而为了发展绿能生力军 台电与水利署还携手推动了 全台小水利计划 筛选出具开发潜能的十个厂址 利用了水库大坝或是灌溉渠道 来发展小水利 算规模小 但对环境友善 工程简易 成本又低 还能增加绿能的发电量 给予小兵力大工 而目前最先完工的 是鲤鱼潭水库的景山小水利 可以满足每年2.7万户家庭的 用盐需求 静命湖面被翠绿山巒环暴 苗栗里于潭水库 兼具灌溉防洪发电与观光功能 为扩大绿色能源开发 台电在既有水利设施下方 新建以绿秀眼目资鸟 为造型的景山小水利发电厂 那我们自利用它既有的 供应给农业灌溉用水的管路 然后从旁边引接出来 经过我们景山发电厂发电以后 再排下去给农业灌溉用水 利用水库大坝81.7公尺的落差 配合水库放水时 同步进行发电 比起其他再生能源 更适合成为基载电力 如果我的水库上面有水的话 我就可以控制它什么时间点来做发电 那如果是太阳光电啊 或者是风力的话 他们可能就要受到气候 或是环境的因素 这个就是我们景山电厂的厂房 那电灯亮起来的时候 就表示我们现在机组正在发电 它是一个回旋的方式 进来以后带动里面的一个导溢 走进这间迷你化电厂 机组运转灯的正下方 是水轮发电机组 年发电量1400万度 预计可供给4000户家庭一年用电 这是我们的发电机 然后它是一个法兰西斯的发电机组 发电机发完的电 透过这旁边这些 变电设备呢 就把电可以送到我们的电网 让我们电网可以收到我们这个水利发电机组 发出来的电 而发电后的微水 自然一流至景山溪 供农业灌溉之用 不只是绿电厂也是做无人电厂 大大降低营运成本 更兼顾环境需求 设计了专门管路进行生态放流 生态放流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发电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景山溪的一个 那个生物的多样性啊 另外呢我们还有搭配一个家庭党组 就是不再是以前传统的那个水泥 整个建筑物的周遭呢 跟这个自然界结合在一起 供水供电与自然景观相互配合 台电在全台选定十个厂子 执行小水利计划 包括水库室与川流室小水利 装置容量达2.6万千瓦 十个小水利发电 其中景山还有湖山 它是水库室的一个发电方式 那水库室的话就要顾虑到 它有没有需要放水 那有放水才能发电 剩下这八个呢 都是属于川流室的 川流室的优势 因为它的水流啊 就是供应下游的名声 包含灌溉甚至工业用水 所以它的水是不能断的 是全年几乎都可以发电 来到吉吉南安二长址 配合桌水溪水流量大低落差的特性 台电首次采用灯泡式水轮发电机 发电原因就是 我们水从前池进到我们的水冷机组 水冷机组会经过我们的导溢 我们的导溢就是 会以它的开度来控制它的水量 自动会调整它的开度 然后让水流进来 然后就可以来发电 由于吉吉南河宴 是全台最大的南河宴 台电在南岸联络渠道上 开发七座电厂 每一滴水只要进入吉吉南岸取水口 都让绿能效益极大化 我们的水源从我们的最上游的沉沙池 它发完电之后 它会把水排放到原来的渠道 供给下一个就是我们的九号跌水供 来机组来发电 发完电之后 会在依序的经过我们的十号十一号 我们南岸二跟南岸三南岸四来发电 所以说一滴水它会经过七个发电厂 也就是说一滴水它可以发七次电 规模小对环境友善 开发成本低 小水利遍地开花 每一滴水继小成多都能成为绿能生力军 守护地球让环境永续 你我都能尽一份心力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Power新动力Plus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